大家好我是龐德 大家知道那么多年来呢 我常跟各位分享我自己啊 把这些老B&W呢 做一些翻修之后进行这种 高CP值的高性能 高安全运动运俱 哎呀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想也引起了一些 粉丝朋友能回想 那包括有些朋友呢 也买了这个车 然后呢有些朋友甚至有些DIY能力的呢 也经过看我的影片 和收集各方面资料之后呢 也开始自己做一些DIY的动作 我都觉得很开心 好那么最近在我的LINE群组里面呢 大家又开始吵了一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头灯 好那最近我在我的LINE群组里面 又看到有群聚友不断在讨论 关于这个头灯的问题 好大家看到我这台车 大概是一个月前 我在我的LINE有分享 大尾去买的这台E46 3182.0 好也许有人看直播有印象 他其实车刚来的时候 车上装的是这一个 好这个台制的头灯 他的这个近光灯 远光灯 后方原则上都是这一个H7的卤素大灯 好原则上呢都是卤素大灯 好原则上呢都是卤素大灯 好这我们待会再谈 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呢 它其实呢它的功能是完全 原厂对应的 就是说呢它有马达 好我们知道E46呢大概分为两种 一个是手动调整 在车内滚轮 OK 另外一个呢它就透过前后轴的一个高低变化 做自动的水平补偿 OK 但是呢差别在车子里头的模组和感应器 对于头灯这个地方 它终端表现就是靠这个马达 好而这个台制屏呢 其实你只要插头插上去 不管你原来是手调的或自动的 它这个function 这功能都会出现 所以呢这个其实做得很好的 而且你看至少整个 好镜面 看了就很舒服 好但是大家也注意到 诶 那我这个车子为什么已经换回原厂的灯了呢 好就这个车的原车主 他就是他当时把这个头灯换掉 原厂的头灯换掉的时候呢 他把头灯留下来了 所以车卖给大尾的时候呢 把原来这个已经镜面泛黄 原厂的鲁树头灯 就直接移交给我们 那当时我车拿到的时候呢 我还是直接把它换回 这虽然说镜面已经泛黄的原厂头灯 这是为什么呢 好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阵子呢 还有一些台厂 台厂跟国外的这些原厂 有一些头灯的正负厂件的诉讼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原厂的灯具很贵 很贵 那么在一个长时间之后 车子残值不多 你要去买这个原厂的头灯 原厂件 他单价跟新车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非常非常贵 但是呢像这些欧洲车啊 都很耐用啊 大家看我开的这些车子 都大概15年以上 而且经过整形之后还很好开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说有灯具更换的需要 不管是这个老化了 或者是碰撞了 有一头灯 常常有更换的需要嘛 那如果说只有原厂件 显然是这个 太不符合实际需要了 所以有这个台制件 只有原厂零件的一半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甚至到更高的折扣啊 然后功能也不错 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更不要说 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比较远了 所以呢 比如说当时都乳素针泡 然后HID才刚萌芽而已 那这个车现在还在开啊 而且还很好开啊 那现在呢都是以LED为主嘛 所以呢 现在对应这个车型的灯具 很可能还增加了HID 甚至LED 还有光调的功能 这其实对一个车辆整心来讲呢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只是说呢 我的观察 这些所谓的台制的副厂件 它的外观功能我认为都没有问题 只是说呢 打出去的光型 包括精准度 包括精准度 跟那个聚焦的感觉 我个人是认为 比起原厂的 还是有点距离 即使说这个已经是用到 这个镜片都泛黄的 原厂灯具 你到停车场 对着这个墙壁 大概距离十几公尺 打出去的这个光型 有鱼眼的 有鱼眼的 或者没有鱼眼都是一样 你就会发现呢 原厂的这个灯具呢 打出去的聚焦的光型 精准度 包括如果你有上下做动作的时候 还是精准度比起这些 算CP值高 但是硬要去比较的话呢 精准度还是比这一台制品来得好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而我的话 我还是倾向用这种原厂的头灯 那我们秉除验车的问题 我就大致跟各位分享一下 不管你今天是用原厂的头灯 或者我刚才讲那种台制 但是后方还是以这种 乳素灯泡的基座的话 大家可以做哪些变化 那最常见我想 现在有点会流行 不过还是主流啦 就是这个所谓的 HID HID头灯 大家最熟悉的 现在网路上买 包括安定器 包括这个头灯 整个连这个 你可以说是改装的线路 整组一对大概一千多块 当然你说那是不是很烂啊 寿命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以它的价格 性价比来讲是非常好的 而且安装也非常的方便 我怎么说安装非常方便呢 一般所谓的这个乳素灯泡 其实是规格品 它大概主要是H7 或H1 或H1 那么这一种 供给原来乳素头灯 灯具车主做改装的 OK 我刚才讲说一组 大概就是一千多块 大部分都对岸做的 它其实这一个灯泡的部分 灯泡的部分 它就是呢 把H7或H1的底座 完全做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 你在改装的时候 你就把原来的 不管H7或H1的灯泡取出来之后 然后呢就直接替换成 你要注意这个缺角 这个插屏的位置 OK 跟原来的位置一模一样 插进去 确定底面 是有碰到的 OK 因为这个发光的 发光的这个点 大家注意到 OK 發光的点 乳素灯泡的发光的点 OK 乳素灯泡是在这个灯丝嘛 HID呢 是在中间这个圆球 所以呢 suppose呢 这个发光的点的位置要相同 像现在这两个 显然乳素灯管比较前面 因为型号不同 那呢 一样插到这个反射罩里头的时候呢 打出来的光型就会有落差 OK 所以呢 当买来这个 对应规格品的灯管的时候呢 不妨比对一下 OK 如果发光点 跟原来乳素灯泡的前后位置相同的话 我想装上去之后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在接线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乳素灯泡 它就是 正复垫进去之后呢 在灯丝这个地方 是个高电阻 高阻抗 所以这个地方会发光发热 所以呢 其实它是没有分正负的 好 反过来 好 对灯泡来讲 没有分正负 但是呢 对车体来讲 车身的线组来讲 好 这个负极 好 这个负极 一定是跟车体 好 车体 金属去做接触的 好 这不要搞错就可以了 好 那HID的部分 好 其实这个可能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好 就是呢 这个一样 像刚刚供给 乳素灯泡一样 这个12V的正负电源 进去之后呢 给这一个 给这一个控制模组 我问你讲 升压器啦 whatever 诶 怎么不会亮呢 注意到 正负接反 HID这个安定器的正负 是不可以接反的 好 再讲一次 原来给这个 鲁素灯泡12V电 正负 注意不要接反 进入安定器 安定器 输出之后呢 就直接进入到 这个HID灯泡 就这样的一个回路 那这个地方怎么有这样子呢 因为呢 有些灯具啊 它这一个 原来 乳素灯泡的电源 是在灯壳里头 所以呢 可能在 供电的地方 变成从这里供电 好 接着给大家看 好 这个插这个插头 一定要注意正负 我们看到 正负 红黑 很多人说 你怎么不会亮 不会亮 就是正负接反 这个正负很重要 好 如果呢 原来电源是在 灯具里头 你就必须 从里头往外 OK 一样正负不要接错 好 这是HID的部分 好 再来我们看 现在 最流行的 新车的主流 大概都是LED 那我这边就拿两组 这个呢也刚好是 我刚才讲这一台 E46 买来的时候呢 它原来这个 台制的 头灯 就换上了 换上了这两颗LED的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LED基本上就 比HID少了一个 那一颗的 这个所谓的暗定器 比较小 OK 有一些甚至 连这一颗都没有 直接做在里头 然后呢 因为LED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 比较高能量的散热 你可以注意到 它不只有这个铝制的散热片 里头呢 还有一个小风扇 其实算做得非常精巧 好 供电的方式一样 我们接接看 我们看 它这个正负 其实常常是没有防呆的 常常是没有防呆的 所以要注意看 好 正 负 红黑 OK 好来 看会不会亮 不只亮 而且后面 风扇已经转起来了 好 另外一颗 一样要注意正负 至于它的色温 4,000K 6,000K 这个就依照个人的喜好 一般来说 原厂大概都是以大概4,300K 来做一个标准 就是你太白的时候 对于雨天 雨天的穿透度比较差 那么太黄的时候 就觉得亮度不够 所以大概是一个4,200K 4,300K 不过一般市面上 大家改装都希望白一点 紫白紫白 看起来比较 所以一般市面上 大概以6,000K 比较多人装 有人装到8,000K 甚至12,000K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不建议 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好 讲了那么多 那我这个头灯 到底要怎么样 难道就这样黄黄的吗 眼睛是灵魂之窗 一个车呢 就算你烤漆烤得再漂亮 灯壳黄 看起来很没精神 对不对 而且对亮度 当然是有影响的 所以呢 我的这一台车 我也不打算 把这个 HID 或者LED 抓上去 不打算 我觉得还是维持原来的 乳素灯泡 是挺好的 是挺好的 但是呢 哎呀 这个 这个灯壳 其实我想有些 车友应该也注意到 其实这个就是在 淘宝网 或者有一些虾皮 有对岸的代购 就可以发现呢 这个E46 你要对年份 有分 LCI 前跟LCI 后的 这个灯壳 价格 哈哈 你们自己看就知道 很便宜啦 千元内 千元内 但你不要说它耐用度如何啊 它的 抗脂外线啊 所以在我们开这种 差不多20年的 但是体质还非常好的车子 某种角度来看 就是用它的残余价值 你不能以车子还 三年五年的时候的角度 来看如何去维修它 如何挑选零件 所以呢 今天就算这个灯壳 抓上去之后 两年后三年后 开始变黄 我绝对也滑得来 因为它一片 我刚才讲的 不到一千元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 头灯 再拆一次 拆开来之后呢 把这个 我从淘宝网上买来的 全新的 亮晶晶 你看 全新的灯壳 给换上去 这人们我老是先 很快 再拆开 不复杂 沃蜇 颜色 Zither Harp guitar solo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燈具 其實 前面這個鏡片 原則上就是靠這幾個 123 側面沒有 123 上下各六個 各六個這個鴉片把它扣起來 其實 不是很困難 上面這個膠條呢 來 這個其實可有可無 不過一樣,因為我在 淘寶網 一併把它給定 這個其實 反而這個比較貴 這個我記得好像沒有附長鍵 這個呢 有時候比這個燈殼還要貴 所以這個看人 如果你堅持要很完整 就跟我一樣把它換 如果無所謂的話 就把它裝回去 好,現在就是重點 來,我們看 好,往上搬 Duck一聲就開了 好,上面已經開了 好,應該感覺到開了 好,這邊還有一個 好,再翻過來 好,這樣我們應該可以把整個 鏡片 我要確定這七個鉤子 好,七個鉤子 都開了 好,再確認一下 不要硬翻了 這扣子翻斷了 到時候新的裝回去效果就不好 好,快好了 欸 好,這樣就拆開來了 是不是沒有想像中困難呢 好 好,那其實你看裡面還是算滿乾淨的 這個車子 04年 已經18年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 裡面其實還算滿乾淨的 但是既然拆開了的話 我們待會還是用那個 紙巾 輕輕的把它擦一遍 它頭睡效果會更好 好,我們現在可以準備安裝新的鏡片 那該拆的時候你就知道說 其實 它這個 前面這個鏡片跟燈具的接合 就是靠這個橡膠 橡膠呢 去做擠壓 那你說 那你說 是不是換新更最好 我想原則上是 只是我覺得做一個適當的清潔 然後壓回去 平均10D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給它稍微做一點清潔 當然如果你決定 不會再拆第二次的話 在這個接面的地方 打上CD控 我覺得相對可能Safe一點 但是你下次拆的時候 可能這個膠條 真的就非寬不合了 所以我是建議啦 就是 反正我剛才拆大看得出來 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就先清乾淨 裝一次 小心的裝好 尤其扣的時候 那如果呢 真的有漏水的情形的話呢 就再拆一次 打膠吧 好,我們現在左右兩邊都拆除了 那我們現在試著來喝喝看 這一個呢 對岸做的 單價很便宜的 亮是很亮 但是密不密合 這個沒有試是不知道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我來吃吃了 好,你看 對岸做的 好,不認真 好,我來看 好,注意這個拼角 不要沒塞到 OK,我剛才就有一個沒塞到 其實這樣就裝好了,但是呢 因為膠條並沒有換新的 原廠的壓力一定有十幾年的痕跡了 那這個新的再上去,我檢查一下 因為我覺得扣的時候覺得好像不是很緊 我來,你看一下 好,看出來 這顯然這個夾得不是很緊 那這個狀態下 如果沒有讓它再夾緊一點 我想肯定是會漏水的 好,那這樣怎麼辦呢 第一個就是換膠條 第二個就是打膠 第三個呢,想辦法讓這個地方扣緊一點 空間的一個不停放進來 對面這些地方扣娘 不停放在裡的大分之間 第三個esta,你不停放在這裡 現在手進廓就在這裡 還會給你一杯 那麼簡單 你會還是要把漏水 好 經過兩個燈殼的更換再裝上車之後呢 這樣就完工了 當然要記得竹燈拆掉再裝回去之後呢 投射出去的高低一定要重新再做過調整 當然原廠打出去很準 高低一定要把它調好 剛才在過程當中大家有發現 其實那個對岸做的單價很低的 那一片幾百塊而已 顯然裝上去之後呢 壓核度不是很夠 當然我剛才也有講到 因為我膠條沒有更新 不過呢之前的壓盒至少是原廠的 壓下去的痕跡 所以我想密合度還是有點問題 那麼我後來除了膠 給它打膠 打一個比較厚的膠 然後呢在夾核的地方呢 做一點加工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先鎖螺絲 OK然後呢用那種 有混鋼粉的那種 AB膠填滿之後呢 硬化把螺絲推開 它那個夾合力就好了很多 那裝完之後呢基本上我還是滿意的 因為你看這一個 是不是整台車呢 精神的許多 好所以我也常跟我們的車友分享 就是說呢 我們買這種已經接近20年的 這種老BMW來整修 一方面就是我講的 CP值很高 車很便宜但是車很好 只要經過正確用心的整理之後呢 跟現在新車喔 是不是在我認為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如果你對這一個DIY 或者說車輛的一個結構 不管機械 電子甚至你的手感 有些期待的話呢 這個過程啊真的是樂趣無窮 那這個頭燈的處理當然 其實市面上方法很多 包括你可以找專業的店家 請他整修 包括裡面啊 如果這個脆掉啊 齒輪可以更換啊 或者說魚眼變黃啊 可以更換啊 那其實最基本的就是拆頭燈 跟分解頭燈這個功 然後這就是其他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不想分解頭燈的話呢 我們也知道有這種所謂的拋光 拋光技能 像這個原廠的燈殼 大家可以注意看齁 其實這邊邊的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就有點像一層精油 然後脫落有沒有 好為什麼我們說原廠的最耐用 因為原廠就是說當然它整個這一個品質喔 是要用比較簡單的 那方面呢 它在這個燈殼上會有鍍一層 一層所謂的抗紫外線的一個 一個合成膜在上面 那你用拋光的方式 可以拋會亮 但是呢 常常很快就晃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如果啦 但屏書我今天呢 我覺得有可能是我買的這個呢 可能這一家的這個模具比較差 保證密合度不深 如果說今天買了這個燈殼 也許你可以買比如說黑拉 Valeo啊 就是說它原廠的後延廠 光你的鏡片 我相信一片就不是幾百百種的事情 但是呢密合度 我想就會比我今年買這個好的很多 所以各種不同的零件價錢 各種不同的機動方式 炒油車主的正確的行動 那當然這個就是龐德常講的 自己的車車自己修的樂器所在 對不對 好那今天的內容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龐德 小壹地牢拜拜